起了怪了 表妹 是不是你把钻石给挖走了 没有没有 肯定是你老眼昏花看错了 既然这里没有的话 就去下个地方再找找看 这表姐电视和煤矿都不挖探 只能帮表姐把她身后的矿石都挖走了 表姐呢 表姐转个眼睛就不见了 前面还有没插火把的地方 应该就在不远处了 哎 表姐肯定又没看到 这闪着绿光的是孔雀石 品色不错 拿走了 先把这里点亮 哇塞 是钻石 这一下触发了幸运挖掘 爆出了两颗大钻石呢 蓝金石也不能放过 虽然我已经有很多的心情 但宝石就要多多应善嘛 前面又隐隐约约看到了蓝金石 嘿嘿 原来是有两颗 看来只有远离表姐才能挖到好的矿石呀 金矿都是必须品挖掉 等等 前面有钻石 那黄金回头再挖吧 钻石钻石回来了 可惜只抱了一口 难道没有了吗 俗话说的好 电视后必有矿石 用手露一露 找到了蓝金石 果然不出我所料 啦啦啦 我是挖钻的小行家 钻石钻石你在哪里啊 哎 我又看到钻石了 实在是太幸运了 一下子就抱了两颗钻石 不知不觉就走到尽头了 打罐子出现了两颗泡泡糖 我就收下了 挖了这么多矿石 赶紧去找表姐炫耀一下 不灵灵的孔雀石我就收走了 还有旁边看戏的蓝金石 也要把你带回家 一口吸歪了四颗 前面又有一颗光彩 撞人的钻石 哈哈 这蠢表姐 钻石都没看见 虽然只抱出了一颗 收入囊中 这么快就遇到表姐了 表姐也太积极忘困了吧 还来了个野人 嘿嘿 我得整整表姐 刚好手上有泡泡糖 丢过去 飘起来了 应该还没有发现 我丢了泡泡糖 嘿嘿 我怎么飘起来了 表姐 一定是你前面的野人 自带泡泡效果 这傻傻的表姐 还不知道是我整她的 嘿嘿 前面竟然有个野人 挡我的去路 原来是想守护旁边的 双孔雀石 我打我打 双孔雀石就属于我的了 我不就挖了个孔雀石吗 爆爆蛋跟熏丑一样冲过来 等等 他头上有蓝金石 完了 要爆炸 哎呀 我的蓝金石 小伙伴们说我 别看这一点点金块 里面可藏着许多金矿呢 看吧 我说的不错吧 妈呀 下面竟然是岩浆 吓死我了 幸好我反应块 不然啥也没有了 挖了这么久 都是金块 我不是又沾上表姐的美月了吧 哎呀 是岩浆 不过险中求 我挖我挖 哈哈 我挖到钻石了 先把岩浆堵起来 免得到手的钻石 送了岩浆 哇塞 还有岩浆 这么危险的钻石 还是让表姐来挖好了 两妹宝妹 我发现钻石了 快来 我这就过来 总算找到表姐 瞧瞧靠近表姐 这么专心铺路 那我就偷偷把钻石拿走了 表姐肯定不知道是我挖走了 表姐 钻石呢 钻石就在我前面啦 咦 怎么怎么不见了呀 肯定是你这个臭表妹拿走的 快交出来 表姐 我可没有偷你的钻石 带的大不了 我把刚刚刚看到的钻石送给你好了 你跟我来 表姐 就在这里啦 正所闻 富贵显中求 挖的就是表姐你的啦 臭表妹 你就是故意坑我的 这么多岩浆 没事没事啦 表姐 你不是生存小龙手吗 快把岩浆都堵起来就可以啦 表姐你好了没 你都堵了十分钟岩浆了 还没可以 越堵越堵 表妹可以啦 挖走吧 回去要还我钻石哦 幸运赞头一口气挖了两颗钻石 爽啊啊啊 挖了一天这么累了 该回家了 表姐 我都快空死了 行吧行吧 你先回去 我再挖一会儿 外面黑漆漆的 总算回来到我温暖的小家啦 先睡一觉 表姐你随意啦 好贵呀 谁在外面大丑大闹呀 咦 表姐这么早就挖挖挖回来啊 怎么地上有个大坑啊 可恶的表姐 吵着我睡觉 还要摘一个大坑出来 表妹快下来 都把昨晚咱们挖到的矿物 都放到箱子里 看一下谁挖的多 我来了 我昨天可是挖了 45个金矿和28个铁矿 13个钻石 还有14颗蓝镜石的 那让我看看表姐的 怎么才挖了11颗钻石呀 可比我少了两颗钻石呢 表姐 这次算我赢啦